大家好,我是老谭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加网项目实战 还有一个网上双存 上次课呢,我们已经将管理员的登录呢 实现了,那么管理员如果能够进到后台呢 我们就要求能够实现后台的一些操作 那么本次课呢,我们将从添加分类 来给大家介绍这些后台必须要有的功能 那么分类这一个功能的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表 这个表呢,只有三个列 一个是主件ID,一个是名称,一个是商品数 那实际上当我增加商品类别的时候呢 界面上只需要有名称就可以了 因为主件ID呢,是由程序产生的32位随机支付串 商品数呢,默认肯定是零 也不允许用户呢,在添加的时候指定 所以呢,这个表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我们先来把表呢,产生在数据库里面 执行一下 好,这个表产生之后呢,现在肯定是没有任何的数据 那么按照我们之前的思路呢 我们一步一步来 首先准备一个实体类 Category 里边呢,三个类 产生一下 get set 接着呢,回到DO 产生一个接口 首先准备一个add方法 接着呢,我们再回到mapper文件里面呢 我们产生一个映射文件 category category map.xml 整这一段呢 copy过来 在这个mapper里边呢 我们准备来写 以下的语句 它的参数类型呢 当然就是category insert into shop category values 第一个是id 第二个是name 第三个呢 第三个呢 是goes number 好,这是 add category 所对应的一个insert标签 我们呢 再把这个category mapper呢 注册到config文件里边 接着我们回到上一层 surface 同样有一个接口 同样有这么一个方法 接着呢 再来写一个死线 在这个死线里边呢 我们仍然使用 category category 这样的一个接口 来生命一个属性 产生一下 get set category do.add category 那么在之前呢 我们需要给它一个id 这里呢 我们后台呢 也没有做 无疑性的判断 我们简单的把id付给它 然后呢 网数据控制添加 最后呢 最后呢 我们回到action category category action 我们来写一个 处理请求的方法 私有属性 第一个呢 第一个呢 是封装 界面上参数的 第二个呢 是注入一个surface的 右键 产生一下 get set 在add里边呢 我们调用一下 category surface f.2 add category 返回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增加成功之后 我们可以有 好几种选择 我们可以直接返回到列表页 也可以呢 返回到一个提示界面 同时呢 还可以返回到增加界面 然后给用户一个选择 是继续添加呢 还是 已经完成添加 这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简单一点呢 我们可以返回一个opr suc 这个呢 我们等会可以到一个列表页 好 我们呢 再回到stress里边 来进行其他相关的配置 我们首先呢 可以来一个action class等于category action 这个里边呢 我们声明一个result name 比如说oprsuc 就是操作成功的意思 它成功之后呢 我们先暂时呢 把它转到 category list.gsp 但是这个页面呢 我们知道 直接转过去呢 是没有数据的 我们后边呢 再进行改进 然后再回到stress的配置文件呢 将其他的类呢 交由stress来维护 我们呢 copy一个 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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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呢 我们copy一下 surface 好 最后一个action呢 类似的 类似的 category action 这里全部呢 交由spin来进行维护 好 这些配置全部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看页面 category add 我们看一下form里边的action 等于category add 接着呢 内幕 category 内幕 好 到这儿呢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我们呢 部署一下 回到页面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添加商品的分类 比如说 手机 点击一下呢 好 这边出现了一个500 造的是category action的 execute 方法 好 这里呢 应该会有一个配置上的问题 因为我们这儿呢 是category add 好 这里呢 少了一个 messand 好 重新 播出一下 再回来 点击确定 好 现在它转到了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上的数据呢 这里都是demo上显示的 静态数据 并不是数据库里来了 那我们要看这个效果 对不对呢 我们只需要回到数据库 来查询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结果呢 就正确了 我们呢 可以再来测试一个 看数据库 我们发现呢 又多了一条记录 好 既然商品呢 已经加进去了 那么如果我要向它查询出来呢 也比较简单 我们呢 来完成这个功能 我们首先呢 增加一个方法 因为这个类别呢 并不多 我们呢 也不想做它进行分页 或者呢 按条件查询 所以使用一个list来接收 就可以了 这里边 我们写一个 select 它的result type呢 等于category select select shop category 好 那么DU呢 我们就写完了 我们再回到 service 转护的画表 回到实现里面 再回到action里面 我们写一个list的方法 这个list呢 它返回的是一个 list 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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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face.r getcategories 这边 返回的是list 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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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一下 getc 那这个list呢 我们就回到这儿来配置一下 它呢 才真正的 要转向到category list 而对于oprsec呢 我们应该呢 采用之前的方式 让它呢 让它呢 重新转到category list 这样一个请求 也就是增加完了之后呢 再去重镜向到一个action 让它呢 重新查询一下数据库 好 最后呢 我们回到页面 lift 我们要改一下 分类列表 叫category下号线list 然后这个页面呢 我们要通过c for each 来进行循环展示 数据 这边我们之前是笔给按的 这肯定呢 不对 category categories 这样呢 应该是 定一个category 前边如果还有一个 序号的话呢 我们可以使用 这样一个属性 叫ns.count 这边呢 我们就使用 category.name category.gold number 好 我们呢 所有的代码都写完了 我们也来 重新部署 测一下 刷新一下 那么刚才呢 我刷新的时候呢 它会将之前提交的这个 请求呢 再次提交一次 那么这个问题呢 就出现了 分类 名称 重复了 所以对于这个 添加分类的时候呢 大家还要做另外一个事情的 就是 要确保它 不重复 再来测试一下 没问题 当你添加完了之后呢 回到了列表页面 这个列表页呢 它能将数据库里的数据呢 查询出来 并且展现在这个表格上面 那么刚才我提到的 这样一个重复数据的判断 就留给你们呢 作为科学的任务 好 本次课呢 我们就将 类别的添加和查询呢 实现了 那么其他的功能呢 我就不再往下介绍 下一次课呢 我们将进行商品的管理 好 本次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